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通通叮当 叮当好像也是新同学吧 卡壳 没有我刚才倒点水 没事 京东和淘宝 现在做的还怎么样 京东和淘宝 可以啊 叮当 多参与 多参与 我们杨鹤同学又来了 我们还有188的文松 进来好多元 关照啊 谈不上关照 就是多努力听课 然后老师很多方法都愿意教 呃 起烟了吧 啊 差不多了 8点啊 我们就直接上课吧 诶 为什么有些人 我们看不到 嗯 嗯 嗯 OK 但我们这里发现杨鹤同学会写交流是最重要学习方式 嗯 然后我们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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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是交流是最好的 嗯 学习方式 这两个有点 特别啊 hh OK OK,我们今天就直接讲课了,点一下这里。 看一下。 稍等一下。 继续。 稍等一下。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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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稍等啊 大家不要以为卡克了 没事的 我们今天讲的是亚马逊竞争对手的分析 这部分我们会讲两天 然后两天的内容都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下次应该是在22号讲 然后接着28号讲的这个是亚马逊的价格的设定 首先竞争对手的分析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图里面 今天没有太多时操部分的都是理论的部分 但是这种理论的也会可能会结合一些时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亚马逊竞争对手的分析 第一个 为什么要分析你的竞争对手 它作用是什么 什么样 还算是你的对手 才算是你的竞争对手 对不对 你不可能你 假如好像某某同学卖13C 他去分析一个做服装的人 那这样子合不合适 对不对 你要知道哪些才是你的竞争对手 有时候你的listing排在第100位排名 你去分析前面的那些呢 还是分析排在1000名打后的那些呢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很明确 就是说我们要判断什么样才是你的竞争对手 那第四个呢 就分析有哪些指标 那既然你要去分析你的竞争对手 对不对 那你究竟分析他哪些部分 而第五点呢 那既然我们去分析了 那就要分析到什么程度 哪才算OK 那第六部分呢 关于运营单品的这个数据指标的这个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问一下吧 然后因为现在很多人都问我的这个 现在都有很多人问我 怎么样去分析竞争对手啊 那分析竞争对手之前呢 你也一定要很明确的一点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分析竞争对手 所以很多人所谓去分析了之后 他不知道怎么用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和明确到这一点 嗯 高清了 好像没有 稍等一下 我点一下 这里是超清不是高 我点 我这里是超清了 不是高清 是超清了已经 看得清楚吗 这个YY同学是哪位 OK 那我们来衡量一下 有没有人能回答啊 今天我们最活跃的小陈同学没来听课 我们其他同学来衡量一下 来说一下 为什么要分析竞争对手 看了某某某同学还是很很积极啊 OK 为什么要了解你的竞争对手啊 去长补短 莉莉同学说 去长补短 就是 大家的优劣只处在哪里 我这里已经是超清了 你看到吗 这里 这里 这里已经是超清了 对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看了李蒙同学的这个成语不错 还有吗 我们杨赫同学说 分析竞争对手可以知道对手的强弱 然后内功优惑把产品做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点 因为杨赫同学呢 他会更具体的说出来是什么 然后莉莉和李蒙同学呢 他们所表达的那部分特别的有意思啊 他表达的那部分就是说就一个 要模糊一点啊 这是一个大方向 但是现在呢 我们需要分析竞争对手要具体一点啊 看看我们还能不能够把一些更具体的说出来 那我分析对手什么呢 例如李蒙同学所说的取长补短 取什么样的长补什么样的短 谢谢大家 同学们继续,萌萌同学,萌萌同学加油 别也能做好的原因和我们为什么做不好的原因 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认为自己没有做好,才去分析演技,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去做竞争对手分析,其实是每天的工作 不是每个星期或者是说每个月的工作 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做不好的时候,可能是你刚做,或者你一直都是做不好 但是我们分析竞争对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做得很好了 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要去分析竞争对手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这又是为什么要去分析竞争对手呢? 首先你不要看在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话题 我一定要把你最内心的那部分,你很模糊很不清晰的那部分 给弄清楚 那么你就很明确 我去分析竞争对手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的时候 那你就每天就有工作可做了 因为我接触很多学员了 然后他们说每天都很忙很忙 但我也不知道他们忙什么 然后他说我刚刚这个又没单子 广告效果又不好 但是你有没有去分析过你的竞争对手 李蒙同学说 数据分析他们数据活动 详情主图推广渠道 这个非常的好 你很明确,对不对 分析他的数据,他销售数据 他还有一些 产品的数据 因为某些行业里面他是有一些 是一些科技类的产品 例如三系列产品 实际上他每个阶段都有一些不同的新品会出来 对不对 你要看一下最新的数据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做一些数据线 数据线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你会发现有十尺长的数据线 对不对 但以前我们没有那么长 但你还突然发现原来 市场需求不一样了 我们竞争对手他们的 数据也不同了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 在做电商的时候 特别是你做平台的时候 就那一亩三分地 好像我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 我随便举个例子 好像这个鞋子这边 这个鞋子 有很多best sell的产品 假如你卖的是做鞋子的 对不对 你突然发现有人去卖有气垫的 假如以前是没有气垫的 你会知道其实best seller或者你的同行里面 你的竞争对手里面 他们产品接了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我们点进去 这个不是best seller 这是一个book 但是这个品牌我自己都不知道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安塔 对不对 或者玉布 不是玉布 踏布 是踏布还是什么布 反正 玉布是英国的 特布 我记起来是特布 有点像 books 你会发现他这里 你假如分析他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那现在 最新的情况是 怎么样的 那么这样子 你就会很明确 对 竞争对手天天在干什么 他今天要卖多少 为什么 为什么会卖这么多 还有的就是他的那些评论里面 他卖的好 肯定也有 很多好评 或者不好评论 对不对 这个review 我们看一下这里 最新的 像这些五星的 那些最好 评论 18年 4月份的这个很久 你还可以看对方评论 还可以看哪里一些 差评 一颗新的 他缺点在哪里 这个是vp verify purchase 真正购买过在留言的人 这里我 如果你觉得 一大堆英文看起来比较费劲 你可以点这里 这个是一个Google浏览器 它是自带翻译功能 点下翻译 马上这里就有了中文出来 那这里就很明确写了 那这里就很明确写了 我具体就不讲了 我也拿来看 因为他 很长 我只是告诉你的 思维 究竟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看到这里 他究竟为什么会给了 这样一个差评 卖的好的产品 他的差评 对你的好处是什么 那就是促进你去改进他的缺点 你有了这些优点的时候 你去打这个市场 就好很多了 对不对 再回归到我们的 PVT里面 对的 亚马逊的那个主图 必须得是白底 他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的 到时候你可问我们其论的同事 发一些要求给你 比如说亚马逊的主图 必须是白底 而且的 那个 分辨率呢 要1000 1001 乘以1001以上 但是他又不能够超过多少的 有具体数据的 也不是越高越好了 他并不是他有一个高度是不能再高了 不是吧 我这个显示是高清的 那我关一下 然后我再 再进入 我继续点一下 好不好 稍等一下 可能有几个人提出这个问题 哎这里哪里点下课 嗯 嗯 大家看了会清晰一点吗 现在 一直都是高清的状态 哦那现在是不是高清 我点的一直都是超清的 这看了怎么样 我看一下这 哦 很清楚 对不对 那就 文松 文松啊 做服饰的 可以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可以了吧 那我们继续 分析竞争对手的目的是什么啊 为什么要去 分析他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分析竞争对手啊 为什么要分析竞争对手啊 第一点呢 其实就是说在很多的这个 商品或者这个卖监面前呢 消费者的那个购物的模式 就是他对感兴趣的东西 进行挑选 而对比 然后呢 再确定购买 那么消费者的购物行为习惯是怎样的呢 于是你就不得不在众多的产品里面找到自己的属性 差不多的产品 进行这个对比的分析 然后呢 自己先模拟一下消费者的那个购买习惯 这个点呢 就是我 平常啊 也经常在讲课的时候提醒很多学员的 就是说 你要有一些这个 这个消费心理学的那个 能力 我们在作为一个卖监 以前就简单很多 因为以前都是红利青 你不需要什么运营手段 不断上很多货 你就可以有很好的这个销售了 效果 但是呢 当竞争越来越 越剧烈的时候 大家都在产品上面上功夫的时候 实际上你更需要发花的心思 是在那个消费心理上面 写一下 消费心理 消费心理 这张大甩卖 那那都是线下的 在亚马逊部不能够这样这么表达的 啊 他对于标题啊那些要求还是蛮高的 啊 他去标题那些东西的要求蛮高的 啊你可以去听回之前的一些客啊 啊 呃李萌蒙同学 啊OK我们继续 就看一下对比之下呢 自己的产品和人家产品的那个相比较啊 啊是否会引起消费者购买的欲望 如果发现对手的产品呢更有竞争力那我们就需要优惑自己的产品 至少要找到一个标杆啊作为参照啊进行优惑 那么要优惑出来呢比他好 然后我们就开始动手分析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分析竞争对手啊 你打开这个页面啊 你刚才这个页面 是也许你的产品也在首页上面对不对 但是产品首页上面呢就一大堆的 其他的竞争对手对不对 一大堆产品啊 包括你点了进去之后 啊点进去之后 上面你这里呢也有一大堆的这个竞争对手 是不是啊 sponsor这里就是广告位这里 一大堆竞争对手这里全都有全都有啊 什么都有 全都有 所以你在线上卖东西和线上是不一样的 线上卖东西呢也许你开个小店对不对啊 那个顾客来到你这里看了 他没去其他地方之前的看的东西都是你的东西啊 但是但是现在呢在互联网上面特别是平台上面 你的那个位置 你以为这个店铺是你的对不对 你以为这个listing是你的对不对啊 这不对的啊 上面还有一大堆竞争对手 都在这里出现 也包括这些sponsor你的这些产品 他们也是你的竞争对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花了钱 在你的门口里面 摆了个摊位 对不对 直接就是你的门口嘛 这里对不对啊 直接就在你的门口 摆了一个档口 来抢你的流量 所以这些呢也是你的竞争对手 很多人没有留意这一块的竞争对手啊 sponsor products related to this item 这里 这个是可以花钱买的广告位 这些呢就是 是不能花钱买的customers who bought this item also bought 意思就是说 买过你的产品的人也会买这些产品 啊 是这种情况 那么这些都是你的竞争对手 啊 刚才所讲的这些竞争对手的分析我们待会儿就会 很详细的和大家来 来 分析啊 究竟怎么样去分析他们 那开玩笑 啊 李蒙同学是哪里人呢 其实我蛮喜欢这种比较活跃的 的同学 然后 他们思维也比较活跃啊 因为我们做互联网这一块 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你可以什么都没有啊 你可以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有很好的思维的时候呢 那么你就已经很值钱了啊 那么老师也有很多很好的平台 假如老师觉得你是一个人才啊 非常好的话 可以推荐你去 一些大公司 里面工作啊 也可以 指导你去创业啊 都是没问题 现在春梅的这个是鱼王吗 对不对 OK那我们继续 昆明是个好地方啊 我 20年前去旅游 第一站就是去了昆明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竞争对手分析他们的作用是什么 通过 通过 对竞争对手分析啊 我们可以尽可能的 提取我们能收集到的信息 很多看似没什么的东西 你以为你记得记在脑海里面的东西 最好呢 进行有效的记录 方便对比 第一呢 就是一些信息 记录下来以后呢 刚开始 你可能对比的一些信息 没有太大差异 但是呢 我一向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每一个细节比别人多一分啊 那你整个产品整个店铺啊 在整体上是不是比别人就多很多分了呢 对不对 细节 决定这个成败 呃 我们 做培训这么久以来啊 经常遇到很多的 呃 各种各样类型的同学啊 真的是各种各样类型啊 有一些呢 他学完之后那些人的脑袋比较灵活一点啊 呃 举一反三啊 的那种 他学的特别快啊 然后呢 他学的有成果了啊 就默默在耕耘啊 做 有很多同学呢 呃 有一种心态 他就是说 呃 想要的是 呃 拿来主意啊 老师你 尽量给到一些方法 我马上赚钱 马上怎么怎么样的啊 一旦不是这样子呢 那些同学他就会天天跑出来说 今天又没单啊 今天又怎么怎么样啊 所以呢 呃 但凡我遇到第二类这些同学的时候呢 我还是比较有耐心呢啊 有没有说他们太多但是我觉得如果 假如你是这类同学的话你是需要多多去思考 啊 啊 千万不要不要有的那种拿来主意的那个状态啊 啊 虽然老师可以给到很多 啊有些是立竿见影的方法啊 啊但是呢 你如果要比人家更厉害 你肯定要 想的比人家更厉害的那种方法 想的比人家更多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因为我给你的方法 我同时也给了其他同学嘛 对不对啊 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20年前的20年前我还在念书啊 这个没事 那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很多细节分析 然后呢 会有很多人说 哎这个没必要啊 因为我想的正是因为你 这样说了没有必要啊 才能成就那些注重细节的人成长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又表达了啊 有两种人啊 他们学了之后呢 就会举一反三不断去研究思考去做更新 但有一种呢就是拿来主意啊 当然今天来听课的每一位同学啊 你一定要判断自己是哪一类同学啊 如果你是那种拿来主意的话 那是因为你的层次还不够的啊 你要把电商这块真正做好 你必须比人家付出更多去思考去实践 这当你说没有这必要的时候呢 我想另外一部分人正在偷笑啊 对不对 所以 其实我们要做了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在一个特别的方面 高音一等化 我们还是把很多细节做好吧 例如你不是一个厂家 你也没有办法改善你的产品对不对 那我只能有研究这个平台或这个 类目里面的一些漏洞或者他一些缺点 或者沿街的一些漏洞和缺点在哪里 那这部分呢就非常有意义 接下来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内部的一些数据 包括亚马逊这一块的 我先把今天的课先讲 要结尾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究竟怎么样获得一些更多细节 让其他人都 做不到 那对于一个美 还没有做到top的 top seller的这样一个 卖家来说呢 没有必要去别出心裁 玩一些花样出来 你只要做到同行优秀的程度就好了 刚起步嘛 对不对 刚起步就想做第一 你这个 理想是不错的 但我们要step by step的 就一步步的走稳他 把每个细节每个方向给 去研究好 所以呢 你把同行优秀的拿过来学习 你就可以不怎么动脑筋的 知道是为什么 当然如果我还喜欢动一下脑呢 那就成就了你的 优势了 其实你的同行里面有很多东西都 暴露无疑的他们的做法之类的东西 这里我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里面呢 只有我在雨果上面的一个课里面有有一个这样的课 这个课 不是这个 这个课 我是 是这个 其实这个课呢 他有一节是这这个节 我看一下 嗯 不是这个 哎 这个课 啊产品分析这个课 啊 其实这个产品分析分析这个课 其实是可以做得到把你的那个竞争对手 他怎么样做到best seller 他的流量入口在哪里都分析的非常的清楚 啊 我们有机会在讲讲这部分 这部分 要结合一一步步来理解 所以我们通过一些很笨很简单的手段和方法 你可以从你的竞争对手那里已经可以了解他究竟是怎么做的 至于其他你不了解的部分呢 呃 看不到部分呢 就老师我来告诉你 究竟是为什么啊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有些可以查到有些的确是查不到的 啊 查不到那些呢 啊 那么就 我来告诉你 啊 而我倒点水啊 大家先思考一下 什么样才算你的竞争对手啊 就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 啊 我先不切到这里 大家说一下 你觉得哪些是你的竞争对手 啊 同学们你现在说一下 对于你来说 你去分析你的竞争对手 那哪些才是你的竞争对手呢 大家说一下 同款 啊 对 对同款 大家都卖同样东西啊 为什么眼睛卖得出 我卖不出啊 对不对啊 这个对了 啊 小王同学 我声音很年轻 我样子也算年轻吧 40多 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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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类目相似的产品 相似的产品 同类 有没有人用一些其他的用词或者其他一些的表达方式 然后那个结果也是有点类似但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啊 看来我们这个月的同学越来越多啊 挺好的 啊辛苦小宝也辛苦其他的其论的同事了 还有没有一些表达 我们说同类的啊 同类商品排名比我们靠前的 呃可以这么理解啊可以这么理解 你觉得同类的时候你怎么判断那个产品是不是你的同类呢 你是怎么样去判断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但是他呢 的答案呢 会告诉你是 非常有意思 会引导你怎么样去思考 嗯 是不是淘宝搜索 精准常委词 相似款关键词 产品属性基本相同 啊 呃刚才李蒙同学 有说对了啊 因为他关键的地方就在关键词上面 你通常搜索你的那个 呃我们在互联网在平台的这个 思维里面啊 关键词是最重要对不对 为什么叫关键词呢 是关键的词吗 我们都是通过关键词来找到你的吗 啊好像这里看一下 啊 例如我写LED对不对很模糊很不具体对 LT light LED灯 LED灯 我是通过一个关键词搜索关键词进来这里的对不对 通过一个搜索关键词进来这里 对不对 我通过一个搜索关键词进来这里 那么假如我卖的是这个产品啊 假如卖的是这个产品那同类型的产品都是我竞争对手啊 因为LED那有非常非常多的啊 如果没有接一个属性 上去呢就是那个 使用环境的之类的他就出现一大堆LED灯啊 这个产品一个特点啊 你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LED灯都会出现 对不对啊 那么就是说LED light这个词 你的竞争对手虽然和 你不同类 但是你们也同时在竞争LED light 这样子的一个词 对不对 我们除了竞争同类型的产品 还有竞争的同类的一个词 因为LED light它是一个大词是不是一个大词啊 它是一个很大的词 但如果你好像说 像这个smart LD street Line 它这个又更具体了嘛 就是LD的这个 一滚一滚的这 这些Line 还还是智能的嘛 那么这样子呢 它就更具体 我们试一下 把这个 对不对 如果你更具体的一些词的时候 它那些产品呢 就全部都是同类型的 对不对啊 所以刚才有一个很广泛的词 一个大词 它会出现很多 不同类的产品 但是那个词呢 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因为那个大词 进来的人会更多呢 还是这些小词 进来的人会更多 大词进来的人虽然多 但是没有这些词更精准 所以我们在运营的过程里面呢 一定要分清楚 一些大词怎么 去规划 那些小词呢 又是怎么样去规划的 谢谢春美和天天的鱼丸 所以呢 李萌同学还是很活跃啊 我觉得他做这个京东和淘宝 还是不错的 关键的地方就是在于他的那个关键词里面 我们的竞争对手 是不是有男有女啊 188号 一个是男号 一个是女号 我们的竞争对手 首先呢 很明确的就是你通过关键词进来 找到你 对不对 我们还可以看得到这个产品 它除了LD Strip 这些词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词 可以找到你的产品 因为你会很清楚 最近你的产品 你哪个关键词的转化率是最大的 对不对 一个产品 一个listing 如果对于你的一个listing来说 你自己的listing 你的那个关键词转化率最高的 因为你做关键词不可能就做一个关键词的优化 对不对 例如你有10个关键词 你都排在了搜索页面的 第一页的时候 你还怕你的那个产品卖不出去吗 对不对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10个关键词 它肯定会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说 它转化率是最高的 那么如果你知道 你的那个关键词的转化率是最高的 时候 那这个代表了什么 同学们 多思考 如果你知道你的listing的最高的这个关键词的转化 之后 它会代表 什么样意义 你自己是不知道你的那个listing的转化率 它的这个最高的关键词是什么的 也包括有些同学跟跟我说 爱老师 我们的那个关键词明明就没有做过广告也没有做过推广 但是为什么我们有个关键词会有转化率呢 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地方了 你没有 分析到了一些盲点就出来了 流量大成交多 排名靠前 而你最高的话或者同行业里面最高的话你肯定是排在了首页吗 对不对 如果是同行业里面最高不是你自己对比 称对手的关键词 怎么称对手的关键词啊 文松解释一下 文松解释一下 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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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对手的流量 怎么样称呢 具体怎么做呢 啊其他同学还要思考一下 你的一个listing的最高转化的关键词 你知道之后代表什么 我们一边期待文松给我们解释怎么样去撑对手的流量 另一方面呢我们来思考一下 如果你知道了你的listing去高转化率那些词这些数据之后代表什么有什么意义 你说不懂那你说出来的意义在于哪里呢 我来解释一下 运动同学运动不久 运动不久就热身还不足是不是啊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以淘宝视为来看 代表这个关键词最有竞争力 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首先你如果知道你的listing 那个关键词 它的转化最好的一个 呃 呃 杨赫同学写了好多 那那我先看看吧 我再来解释 然后同学说实际上呢 是希望A9算法能够看得上你的listing 让你的listing有一个好排名 好流量 优化的综合指标里面呢 转化率的指标权重非常大 呃 这个表达 呃 呃 这个表白表达也对啊 这个表达也对啊 那我具体分析一下 呃 当你知道了你的整个listing 哪些词的转化率的程度的时候 你找到了最好的一个转化的词啊 知道它的转化率是最高的 那也代表了你 那个词的推广或者一些理解上面呢 呃 就很到位了 对不对啊 就很到位 那就是说你的运营的手段是用对的 因为我们同时去推的时候 不可能只推一个关键词的 我们肯定是推几个关键词的 也不同关键词的搜索结果都不同 搜索结果不同呢 你的竞争对手就不同了 对不对 那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知道了 哎 原来我们有些关键词已经做到转化 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就知道哎 这种推广方法或方式 其他转化率还没那么好的那些词 可以参考 这样子的一个做的好的词的方法来做 对不对 刚才杨鹤同学所说的转化率 对 任何平台 不但是亚马逊 是任何平台 转化率都是最高的权重 都是最高权重 如果 如果你的转化是达标的话 实际上大家是不知道亚马逊内部是有一个指标的 它的转化率指标是满分是15分 及格分是8分 及格分数是8分 低于8分的那些转化率呢 就是算不合格了 就是不合格 那么你在8分到15分之间的这些转化的关键词 就会有一些额外的流量给到你啊 如果你想知道或者想得到这份亚马逊内部数据 大家可以联系我们 其论的同事啊 我们这部分的资源有开放给我们VIP的同学 至于如果是至于怎么其他同学呢 就是说我们那些公开课的同学啊 这些资源我们是不分享的啊 只有我们VIP的同学 我才会把这部分的资源和大家分享 大家直接联系我们的同事就可以了啊 其论的同事 可以完完全全查得出你的这个你的listing 或者是说你竞争对手的listing 他所有关键词的转化率是多少都可以查出来 非常的精准 怎么样去找关键词啊 Machine Wars上面有很多啊 我开一下Machine Wars给你看一下 Machine Wars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 呃建议的关键词 而例如我们搜索LDHAT了啊 搜索这个LAMS啊 就是这个灯 你看一下 相关关键词有39万个啊 啊美国呢就有14万个相关的关键词了 啊Level LAMS啊Desk LAMS啊 而这些的词呢 就是台灯的搜索量是最大的了啊 啊Level LAMS 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 啊是这种灯 因为这种灯的搜索量非常大 这种灯啊 而且在选品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也讲过用Machine Wars去做选品了啊 今天这一块我就不讲了啊 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灯是大词对不对啊 它的搜索量才155万次每个月啊 啊但是呢地灯台灯还有刚才这种 那我的Level等啊这种灯呢 才是搜索量最大的灯啊 不然的话你是不会知道究竟什么样的灯是最受欢迎啊 地灯台灯还有刚才这种灯 那么这些关键词呢 这里面还有很多灯啊 飞滴的灯啊 UV灯啊 颜灯月亮灯这些 这些也是关键词 生意参茅专业吧 什么东西 啊 我没有做过国内的电商 所以不了解 你生意参茅的那个情况 你做亚马逊他的工具很多啊 但是我刚才所讲的 就是说 你你如果知道你的那个listing的那个转化情况意义在哪里啊 而相关的资源已经开放给到所有VIP的同学啊 这个词 它是这样子的 我们都是买的 600美金一年 600美金一年 嗯 如果你平常没有的话你可以找我 呵呵 分析哪个词 然后分析完了之后呢 我就会把它变成那个文件 然后发回给你就行了 网址 呃 他有免费 免费可以让你查一两个吧 呃 那么那第二部分我们刚才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分析竞争对手 那么问题又来了 刚才我有问的就是说你知道自己的那个listing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时候 那刚才我还没讲完如果你知道自己的那个listing的那个转化的情况还有哪些意义 还有一些意义就是说对你运营运营技巧的一个要求 如果你是公司老板的话你对员工有要求 老板我这个listing优惑的啊不错怎么怎么样 但我一查你的那个转化率的情况实际上好还是不好已经非常明确了 如果不好的话我就告诉你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改 因为这个呢是亚马逊后台最真实的数据啊是不会出问题的啊 而有些同学呢他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说他说哎老师为什么我一直在优惑啊我的listing 但是呢 这个结果反而越来越差呢 后来我帮他一查 原来会发现到 他越优惑越差 因为他不知道亚马逊的那个那个运算的规律是什么啊 怎么样去判断他好还是不好 所以有些人呢他的那个 那个优化 就越优越差啊 他以为好了实际上并没有好 你不能够认为自己的优化是优化是最好的 是亚马逊认为你的优化好才是真正的好对不对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了解到你的竞争对手的这个转化率情况的话 那有什么意义呢 那有什么意义呢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了解了你竞争对手的那个listing的关键词转化率 那这方面有什么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好处 同学们好处多了 那同学们好处多了 例如呢 那我们具体说出来啊 叮当同学 只要匹配产品就可以使用吧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匹配产品就可以使用 关键词和产品匹配 匹配有两种嘛 这好像你说的精准匹配还有一个不精准的匹配嘛 这好像刚才说的那个LED灯一样对不对 你要不同的LED灯有一大堆啊 因为大词一些精准啊 这些都有分 那但你获得一些大词的话呢 有些很 但当然大词的那个转化是低很多的 因为他有很多不精准的流量进来了嘛 对不对 会让那个转化率会降低 越长越精准 那是因为收联越来越少嘛 订单说好处很多啊 具体说一下 如果你了解了你竞争对手的那个listing的关键词的转化率有什么意义 其他同学呢 都睡着了吗 李萌同学 萌萌同学 昆明呢 我们也是在还是在昆明工作吗 还是在深圳 这是昆明人 可以知道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环境 什么 昆明本地人 但是你是在昆明做电商呢 还是说 在其他地方 昆明做昆明本土的电商氛围怎么样 我还真没听说过有人在昆明当地做电商了 特别是做跨境的 我记得20年前去昆明的时候呢 是两块钱一大碗的那个面条啊 在路边摊 然后 我很奇怪 为什么他们本地人都能吃光那么大了一碗面两块钱 面对什么样的竞争对手 OK 叮当继续啊 如果我们了解了对啊竞争对手的转化 关键词的转化率情况有什么好处 到处都有做电商 成规模的话就广州啊 深圳啊 杭州啊 福建一带都都有不错 订单分析的非常好啊 真的非常好啊 针对对手的产品有什么优势做相应的策略 还有吗 大家想好这些部分之后啊 我会在以后课里面会再接一些分析竞争对手的更高级的一些手法出来给到大家啊 你现在先把这些基础的理念还有那个操作的手法先学好了 那么之后呢会有更多 打基础还是蛮重要的 你知道对手的关键词之后可以直接使用吗 这个当然可以啊 关键词又没有专利了 对不对啊 除非你说他的那个品牌的关键词 你当然不可以用 还有吗 如果你知道了对竞争对手的这个 关键词的转化率之后 有还有什么好处啊 刚才订单讲的很好了啊 你会知道你竞争对手的状态 也就是把他的那些万一全都播光了 对不对 看得很清楚究竟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竞争对手 你用品牌关键词做CPC 这个不行 如果那个品牌是大品牌或怎么样 或这个是不行的 好像苹果数据线 苹果数据线都不可以做广告的 苹果数据线是不可以做广告的 苹果之前发生了很多问题吗 所以亚马逊现在管得很严 有些品牌是不是那么知名的 或怎么样呢 应该还可以 那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对于一些比较知名的品牌来说呢 这样子你很明显是在撑流量吗 我们回归到刚才的这个问题 如果你知道了竞争对手这个关键词的转化率之后还有什么好处 看来文松还是比较的小白一点 是吗 品牌呢 它是按国家来定的 你国内注册的这个品牌 如果你要在美国做的话 你必须得注册美国品牌 如果你要做日本市场呢 你就得在日本去注册你日本的品牌 是这样子 产品权重起得快 嗯 叮当这个理解很好 呃 叮当方便说一下你现在呃 有做的状态吗 你说是待定也是做国内的吗 之前 产品容易打爆 对我我们平常如果交流的话 多点和叮当啊 还有和某某同学多交流一下啊 啊 我们刚才这里不是写了吗 啊 奇论的口号就是说交流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啊 我们要找一些思维活跃的啊 呃 有做淘宝对不对啊 其实平台思维都差不多啊 只是亚马逊的规则就比其他平台呢 就多的多了啊 是多的多啊 所以为什么要学亚马逊呢 亚马逊流量也是最大的啊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全球的首富是谁了 对不对啊 产品容易打爆啊 做淘宝 嗯 OK 产品全中期的快啊 啊 我觉得 我觉得订单在这部分讲的非常的好啊 啊 这种思维还还是非常对的 呃 如果我们了解了竞争对手的那个关键词的转化率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 啊 我刚才已经讲了啊 亚马逊的一个内部的规则了啊 大家不要讲出去了 哈哈哈哈 啊 在这个比较私密的VIP课里面 我我才讲的这个课啊 而且我也没有用真名去讲啊 不然的话 讲出去其他会引起很多的问题 啊 我我只会愿意和这些VIP的学员来分享一些内部的资源 其实亚马逊它内部是有一个标准的 它是有标准的 呃 当你不知道这个标准的时候呢 你就会很盲目的去猜或者去用很多的成本 无论是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去测试 呃 究竟你的关键词的一些情况 当你拥有了一份关于你或者你的竞争对手的关键词的转化率的那个数据之后你就会很明确 你的竞争对手哪些词是做的好 哪些词是做的不够 我都说了它内部是有一个标准的满分是15分啊 及格是8分啊 1到8分是不及格不及格呢就不会有一些额外的流量给到你的只有8分到15分的流量额外流量才会多 而且你8分到15分的转化率关键词你做CPC的那一块呢 效果就会更好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讲公开课我没有讲这部分呢 因为呃公开课也很多人问我 哎老师我们做CPC有什么技巧啊 这个技巧怎么样啊 往哪个方向去理解怎么去做啊 这部分就很重要了 如果你知道了自己的那个关键词的情况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该怎么样去优化 如果你的那个词是在8分到15分之间你去做啊 CPC呢效果会更好 因为亚马逊会更把更更多的流量给到你 而对你来说 如果那个词低于1到8分是不是不要去做啊 CPC呢 那也不是只是做法上面不同啊 关于这部分我到时候再开一个课专门讲 怎么样去做的更好的CPC 这个是高级课来的 不是讲公开课的时候讲CPC的那种比较简单的那部分 比较简单的那部分 一定要很明确你的词如果及格之后呢 那相当于是优秀了嘛 对不对 如果去到14分15分的词 你的那个产品已经会在首页的啊 基本上都在首页 首页的转化率才是1415分 但是8分9分那些你是看不到的 你是很难查的啊 所以如果你知道了自己的那个listing的转化率 关键词的转化率的时候 你有很多优惑的方式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有句话啊 就有功欲善其事啊 必先利其器啊 如果你有了这些工具就简单很多 包括我们有时候有些学员呢 有些学员用了这些数据之后呢 当然有我也要引导一下他们 因为一开始他们都不懂啊 引导之后呢 他们会发现呃那个listing起得非常非常的快 起得非常的快 呃 他很快就成大概一个多星期吧 他的销售量还没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啊 呃一个星期左右嘛 他做了一些优惑啊 就成为了那个 呃 Amazon Choice 啊 这亚马逊的那个选择那一块 慢慢慢慢呢 两三个星期左右 他在一些小的类目已经是成为了best seller了啊 如果你先从小类目慢慢向大的那个词去推进是有需要的 一开始你就打那些大词呢 你的成本是很高的啊 对不对 你看这种对手多少个啊 所以呃文松说那个关键词的得分怎么查 呃找我们启论的同事就可以了啊 相关的资源我都对接给了启论啊 呃这部分我还是强调 就是说大家不能够把一些数据去公开啊 千万不要去公开数据 呃 如果你公开了一些数据之后啊 产生了一些情况的话 我就不会再对接任何的这些资源给到VIP的同学了啊 也只有你有了其他没有的时候你这个数据才显得珍贵 对不对啊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第二部分呢 如果我们知道竞争对手的那个关键词得分的转化率 啊 关键词转化率的得分之后呢 的意义还有哪些呢 他做的非常好的那些 那我们可以不去和他硬碰硬 对不对 我们可以找一些他做的不好 当然你会认为你可以做的好的一些词去切入 那这样子呢你就会比那是best seller 他只是啊 best seller 他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类目的对不对 但一个类目里面呢有很多关键词 都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流量 如果你查出了竞争对手好像 我来这里举例一下 那好像首页这里 这些首页这些都是你的竞争对手对不对 啊这几十个啊而你呢就排在了中间这个位置啊 解如这个产品是你的排在了中间这个位置 那其他同类型的这些产品通通通通都是你的竞争对手 那我们如果查得出你所有竞争对手他们的一些弱点 原来他们某些词里面是做的有转化 但是那些词的转化率很低 那些词的转化率很低 那么你可以通过那些词去打 你先把迎接最弱的那部分先做起来 因为亚马逊他会有流量的倾斜嘛 你做起来之后你的那个得分及格了之后呢 他会把有很多流量给到你这部分的时候 那么你再去做那些大词好像这个词啊 他们一做做比你好了对不对 那么你可以再来把这部分给做起来 这样子呢你的listing就起的会更快 如果你一开始就打 这样子一个大词人家每天都研究你 每天每天都研究你的时候 基本上他们每天都研究对方的 这些才是真正的竞争对手 在一些大的词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很清楚 对方的转化率哪些是最高 哪些是最低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得出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究竟是怎么样去改善你的运营 所以当我们 当我们有了这些数据之后 以后能做的事情还非常多 待会儿呢 我在讲课过程里面 再把更多的这些技巧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继续我们的课程 怎么样算是竞争对手 一般来说呢我们会找和我们产名属性差不多的 有时候是同款 有时候呢就长得差不多的啊 重要的属性要是一样的属性是要一样的 我们就会视为同类的产品 然后呢我们会分阶段的列出竞争的对手 比如我们刚开始我们销售量是0 我们要把100销量以内的同类产品列为竞争对手 等我们销量过百之后呢 我们再重选一下竞争对手再超越 等我们销量破千之后呢竞争对手又要重新 选一次这是一种方法 为什么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是小白的时候啊 你的竞争对手包括也包括那些小白吗 对不对 当你去到一个终极的高手的时候啊 然后你的竞争对手又变成了和你差不多销量那些人了 当你变成一个高手的时候呢 那些高手才是你的竞争对手了 对不对那些小白你就可以忽略了 所以我们的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竞争对手 主要的竞争对手 本来呢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操作能力呢是很有把握的 一上来呢我们就会把竞争对手定为2000以上的那些 在新品结束之前或者在28天差不多的时候完成一个周期的爆款的打造 达到或者是超越我们定的竞争对手的水平 不管怎么样你定了几个产品为竞争对手 这里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会有人问到啊 内幕里面好多都是很低价的才卖的好 我们怎么样跟人家拼呢 人家卖25我们产品成本都比他贵很多 更不要说是零售啊 所以我会反问一块包邮的是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会买一块包邮的买街呢 会不会去买100块的产品 你们的消费人群都不同啊不同的产品的竞争 所以大家真的非常有必要要逆向思维一下 站在一个买家立场去思考问题 去分析他们的行为模式 从而找到自己的突破点 这个点呢也是我一开场的时候今天讲课的时候讲到的 就是说你要学点消费心理学啊 消费心理学啊 这个对你在往后做快进电商上面呢 是非常非常有作用的 消费心理学啊 啊这里我今天来的同学也比较多嘛 啊然后我再补一下内容给大家啊 可以补一下内容 嗯 才大同学说就是怎么补单就对了 啊什么意思啊 我刚才在讲课没留意你的这个话 话题针对是哪个问题 啊这里也讲点干货啊 因为我们以前呢会有 啊做烧烤的 的一些工具的人啊 他们卖一些做烧烤工具的啊 烧烤工具呢一般是七件套啊 烧烤工具是七件套啊 然后呢他为了突出一些特别的地方啊 七件套我都卖不过人家对不对啊 然后呢他特别就做了一个叫做烧烤八件套啊 就接了一点点东西进去就烧烤八件套啊 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呢 哎他就莫名其妙了啊 为什么会有烧烤八件套 是他故意故意接进去的啊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是一个消费者 你不是一个卖店 你只是一个消费者 包括在淘宝也好啊 京东也好 对不对啊 都一样概念啊 这是消费心理学啊 和你做国内还是国外呢 这个没区别啊 没区别啊 那么对于一个买家来说 他看到了这个 他看到了这个啊 烧烤八件套 连一大堆人都是卖烧烤七件套 对不对 那你会买八件套的还是会买七件套 也许你们的价格是一样 或者是只差一点点东西 或者贵一点点 那你会买七件套还是买八件套 这个就是消费心理学啊 其实大家现在在线上听我讲课 这个是绝对有赚的啊 因为很多时候我要把很多毫无保留 把很多很值钱的东西讲出来啊 这个无所谓 因为当你很热心去学好这堂课的时候呢 我是很乐意的去教大家更多技巧 我还怕你学不会啊 我不是怕你学会了 文松和运动不久就说 都是要买八件套了啊 这个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不买七件套买八件套了 新多了一件对不对啊 多了一件啊 啊 两位都讲到了一些很好的重点 啊某某同学呢 某某同学还有我们刚才这个很 很积极的订单同学啊 这两位同学四位都很很 活跃 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 啊 啊 那ok 那我来问了啊 那七件套变成八件套 他主要的点是捉住了一个怎么样一个点 那为什么可以从七件套变成八件套 他只说是除电 性价比高啊 贪心 这些都是不是都是人性了啊 这些都是人性啊 啊 我们做电商做销售啊 运营的时候啊 一定要思考很多 刚才消费心理学还有一个叫人性 刚才文松有表达贪心是不是人性最大的一个 一个特点了 他小便宜啊 别人不一样啊 这里面还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 这个叫做行业没有标准 这点呢就做出了行业没有标准 这样一个特点 啊 行业没有标准 如果这个行业有标准 烧烤只能有七件套 是没有八件套啊 啊 那你就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啊 所以这个过程呢 他抓住了一些行业没有标准的前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有多点 想法 接点东西进去 就得和人间 不一样啊 就得和人间不一样 那你突然这样一出来啊 那你肯定是很容易做成爆款了 对不对 弄了十件套 十件套是再升几把吗 你先卖了八件套OK了啊 人间全都变全行业全都变成八件套的时候 你再弄个十件套出来吗 那对叮当你来理解 你是想跟着行业人间的标准去走呢 还是说自己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 我们刚才有说到TOP100的那部分呢 我们随便找一个 这是某一个listing啊 然后我们拉到产品详情那里 这个是产品的information这里啊 右手边呢 这里有bestsell rank啊 这里 c top100啊 这个就tools and home empowerment啊 接居类啊 这个top100你点进去 就有行业的100了啊 因为行业的100里面呢 有很多都不是你的竞争对手来的 因为他们和你都不是同类型的东西啊 那么在top100里面呢 你就找出和你同类的去研究他们啊 这个就可以了 嗯 每个内幕都有的 啊 啊 这里都有了 啊 你看每个listing上面都有一个类目排名 然后呢 他都有一个top100啊 你都可以点进去分析你的竞争对手 啊 参与话去同款啊 针对客户消费水平去定位 跟市场走 啊 跟市场走 这个这里有一个细节要注意的 假如好像刚才很多人说了啊 有缘说啊 就说我们可以做到实践套 对不对 你能弄个八件套 为什么一定一开始就弄个实践套 先做完八件套再弄个实践套 对不对 那你可以一个点用用两次吗 啊 这些都是需要去分析的 我们并不是说在运营的过程里面啊 只管运营 我们还要分析竞争对手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点 企业注册亚马逊 嗯 啊 现在不麻烦啊 啊 相关的招商经理的那注册链接 我也给了 其论了啊 大家直接找其论的同事要就可以了 对应的招商经理服务大家了 ok 我们继续 那分析哪些指标呢 啊 首先就是产品的属性值的对比 当我们进入我们认为竞争对手的产品的详情页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很多信息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一一的去采集 那好像这里有color啊 有颜色啊 不同颜色的情况 他一些数据啊 一些很小数据的对不对 啊 这些我们都 要去采集啊 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 啊 这么详细的一些情况 可以用 用一些软件去去做啊 只能手工 只能手工 而我们平常呢 例如这里 我们看一下 啊 这里呢 一如unicorns mesh这里呢 它就有一个tocsv 变成一个文件嘛 它会把整个页面啊 brand啊 这些啊 变体啊 借格这些数据呢 会汇总起来 然后呢 你可以变成一个 文件 去储存下来 但是呢 像这 我刚才说 讲这么细致这些数据呢 这只能够去 目前只能够 人工的去手动去做 做不到其他的 用那个 软件做的啊 做不到 但借格啊 这些啊 销售情况呢 是可以 用这些软件去做的 还有手图视觉的对比 我们呢 将每家店的手图 手图上面的四个主图 以及SKU的那个 情况采集下来 你要按照这种情况做啊 我们平常都是这样做的啊 商户就是seller嘛 seller是哪个 为什么我们要讲商户呢 因为你要找到对方啊 对不对 你分析完啊 我想再详细的研究一下这个 然后你找不到了啊 所以我们要 把这部分 给列出来啊 还有主图啊 副图是什么啊 SKU有有哪些啊 你要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给的这些标准去做这个采集啊 刚才就采集了这个 他们一个详情页的 如果你好像衣服啊那些东西呢 这部分啊 意义就不太大 但对于如果你做的是那个数据线啊 3C类的产品呢 这部分还是有需要 有必要去对比的啊 不然的话就不需要做这一步 手图 手图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 这个非常重要啊 我们将每家店的手图啊 上面的四个主图 以及SKU的图的情况采集下来是这样子的啊 那这种方式去做 呃 讲到这一点呢 其实大家觉得主图重不重要 好 主图的点击 主图点击里啊 可以理解啊 为是你主图的那个转化情况吧 对不对 一开始客户进来都是通过你的主图嘛 啊 但是主图之前呢 要通过你的那个 关键词啊 先有关键词搜索出来啊 就见到你的主图还不错 要再点进去吗 这两部分是有 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你说主图的点击率是多少 目前没有这个数据 亚马逊内部也没有这个数据啊 因为亚马逊的判断就是说你的关键词怎么样进来的 而并不是因为哪个主图进来的 我这个这个没有主图的点击率这个没有 淘宝还不一样是吧 如果和淘宝一样你就不需要学习了啊 直接用淘宝那一套就可以去做了 对不对啊 只有同学 直接就不用上跨境课了啊 直接就用回淘宝那一套去做就行 哎没事啊 每一个人都是小白过来 我的那个学员两年了两年时间在河南啊 一九年销售的一九年啊 一八年销售额都过亿美金了啊 年销售额吧 要一九年可能会成为全河南最大了啊 小白没事啊 老老老是带着做 没开店了 没开店就过年前开一下 好像没有个人店铺了啊 一杯有啊 那马逊没有个人店铺 你可以申请 但是他不通过的 就算通过了之后呢 你一样是需要提交一些公司的那个营业执照之类的东西 所以 真正的意义上面是没有个个人店铺了啊 只有企业店铺了 你有时候个人店铺好像能申请 有偶尔有些能申请下来 但是呢 当你去上传产品的时候呢 他还是会 嗯 让你提交你的那个营业执照了 否则你也没有那个销售权限 跨境 目前还是亚马逊是最大了吧 商标你可以有也可以 不需要啊 我们讲过这个图 我们讲过这个图 我们讲每间店的手图和手图上面的是个主图啊 就副图嘛 然后呢 还有SKU的情况采集了下来 啊 大家平常呢都要做这些工作啊 很细啊 然后你的竞争对手的情况 那主图是怎么样 然后你再知道了他的那个转化情况是怎么样的时候呢 这很明确了 还有一点就是说原来呢 亚马逊的这些图片呢 都是有得分的啊 图片都是有得分的啊 主图的得分是多少 有些主图得分你 呃没有按照他的那个规矩来的话呢 你的这个主图是减分的 他标准分是500分啊 如果你往上面去走的时候呢 有些人的分数接起来有1000多分啊 那么这样子你做CPC的时候呢 效果也是好非常多的啊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些很细的细节 而例如主图 他一般500分 如果做得好呢 会去到六七百分啊 还有这些副图啊 有些人说啊 包括我们以前有讲的一些课里面呢 可以简单一点啊 有些图没那么多 但是现在亚马逊规则改了啊 你尽量还是做到呃九张图 那么这样子是有结分的 图片越多 他是越有结分的啊 所以和以前的规则是不不一样啊 规则改了 就大家尽量把你的副图都做满九张 然后呢 最如果你做八张的话 最后一个接一个视频上去 现在视频呢 会接一万多分啊 如果你那个listing有视频的话呢 会接一万多分啊 那你想知道你的这个listing的图片的得分是多少呢 呃 是可以找我们奇论的同事 因为我现在已经也把这些内部资源和奇论VIP的学员来共享了啊 也是可以知道你的那个图片的得分具体是多少的 有时候啊 有有些人问我啊 老师 为什么我优化这个图片 那得分那么低呢 我没优化之前还更高呢 啊 问题就在于这里了 很多人不知道也不明确究竟 他呢 他的这个图片得分是多少分 他以为自己优化了 实际上越优化越差 啊 越优化越差 所以如果你知道了你的这个图片得分啊 原来是这样子一个概念的时候 那么你最基本的东西都做做得很好了啊 那分数很高了 你再用你运营手段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相得一张四半功倍的效果就会出来了 运营有时候那个细节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他效果可以相差很远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啊 谢谢杨鹤同学的花 还有好多的鱼丸呢 啊 这么多鱼丸我可以吃一个星期了啊 那平华同学 欧洲站没有VAT的话 是不是3月1号开始弄不了了 那VAT是这样子的 欧洲站是 欧洲站的VAT不是一个的 他是有五个站点吗 啊 如果你的销售额没到某个额度的话呢 他是每个国家都不同 没到某个额度的话 你是不需要交VAT的啊 你看你要做哪个站点啊 如果你确定要做的话 你还是把VAT申请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门槛呢 对于VAT来说很多中国卖家 特别是做 书卖通啊 Ebay那块的 他们都不想做VAT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门槛就是它的一个优势的所在 他就会把很多中小卖家给排除出来 VAT就是增值税啊 要交税啊 交税就得有一个税号啊 对不对 要有税号啊 你要知道你的得分是多少 包括你的图片得分啊 你的关键词的那个转化的得分是多少呢 大家都可以找我们其论的同事啊 找到他们呢 我已经把资源对接给他们了啊 大家就可以知道 你做的好还是不好了啊 你的那个主图的转化好还是不好了 也有时候我们以前也没有这个得分之前啊 我们都都比较盲目去判断一些东西 但现在这些分数呢 他非常的明确了 那么这样子呢 就你的优化 你的运营就有了标准啊 如果你是老板啊 你让你的运营去优化这个listing 他优化的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你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但是你有了最真实的数据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跟他说 你这个优化并没有做好 你这个优化已经做好了某些部分 哪些部分还需要改善 呃 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当你拥有了一些呃 非常珍贵的资源的时候 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应用啊 有很多人得到了这些数据 但是他们是不懂怎么样去应用的 这个就是很很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啊 有好东西啊 但是呢 他就不会用啊 就好像我在教你啊 做亚马逊一样啊 我把很多很很有意义的东西给到你 但是你不会用 你不努力啊 这个没办法啊 哦 我们很多人还没有开这个亚马逊的平台 对不对啊 但这个不重要啊 尽快去开就行了啊 年前或年后开一下 如果也开账号也很麻烦呢 如果你有时候觉得麻烦的话 你就找人帮你开啊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有人专门帮人家开账号啊 你把资料给到对方啊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到时找我 我介绍一下也行啊 开账号挺烦的 很烦眼的 OK 那我们继续 那亚马逊规则里面呢 后来是出了 就是说这个主图是有得分的 因为主图的分数呢 是最高的 有些人的场景图出现问题呢 亚马逊通过他的这个机器 也能测试出来你的图片的场景图有没有问题啊 如果你的图片场景图有不合适的部分的时候呢 他会减分的 他会把你的分数给减去的啊 那这样子 如果你有了一个很明确 哎 原来这个图出了问题 那我就想办法去改善它 对不对啊 所以情况就是这样子 相关的资源全都给了我们奇论的同事 啊 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尽快做好你的跨境电商 尽快做好你的亚马逊啊 所以老师很多很珍贵的资源都对接了 我们再来一点 我们看一下 评比的评价对比啊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对手的评价 有时间呢 那就把那个评论全都复制出来 好像刚才那个列表一样嘛 对对啊 好评的好评的 差评对差评啊 这样子做 如果你 一个人做啊 就比较辛苦 如果你有一个团队的话呢 你可以安排专业做这些竞争对手的分析 也可以用第三方软件啊 最直接的方法呢 就是打开一个产品的评价 直接把评价内容 看到说产品不好的地方记录下来 一般情况呢 中差评肯定要看吗 通过中差评来反馈 再对比自己的产品 看是否有感进的地方啊 这里我就不讲那么多了 也很简单 那做过淘宝做过京东的都都能听明白 对不对 而且啊 之前我讲过好多VIP的课 我希望有时间的同学都去听一下啊 里面还蛮多干货的 促销方式的对比啊 我们把别人家正在做的促销活动抄下来啊 看看自己有哪些可以做的 可以尝试去做 又不会赔钱 对不对 能做的可以考虑 考虑一下用啊 就Special Office那一块啊 看人家是用了什么样促销方式 而标题有分析啊 标题标题很重要啊 如果你做淘宝啊 进东啊 有电商经验的人都会知道 标题很重要啊 对不对 标题很重要 但凡你有做过都知道 把它通通列出来 看看他们之前的一些标题的情况 为什么呢 这里的好处在哪里 如果你同时拥有了人家的那个关键词得分的那个报告的话 你就会知道他标题是怎么样去用的 他标题的分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人家的那个关键词做的那么好 那个转化率那么高 他标题怎么想标题怎么写啊 也是有很很大的意义所在的 如果因为他不同品类的情况都还不一样啊 所以有时候我也不能够以我们 以我所擅长的那块来和大家讲 如果你拥有了那个数据的话 原来这两个人他的这个关键词都是转化率都非常高 然后他们的标题的写法用法位置的情况 你都可以参考他们 那这样子你的效果 你觉得会不好吗 对不对 所以这部分的意义还是蛮大的 有没有南海产品内幕 南海产品内幕 我们有一份那个灯饰的 灯饰食物的 食物的选品指南 不包容 如果想要的话可能免费给你 运费要你出 有需要的可以和我们的同事沟通一下 和其论同事沟通一下 有一个一份灯饰的 是一本书 一个选品的指南给到大家了 不包容 油费要你出 你自己判断这部分 南不南海的话 我一说出来就变成不南海了 对不对 所以有些东西我还是不能够太过于的 这样去讲 课件可不可以给你这个 这个一般是 这个一般是不给 因为你在上课的时候 我所有PPT都展现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当讲是也不容易 我们去做PPT的时候很辛苦 做一个PPT 然后一旦一传出去 其他拿去用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一般都是不给的 你可以反复听多几次 然后再做做笔记 而且我们很多时候上课 很多同学都做笔记的 包括有时候讲公开课 有些同学也做了笔记 非常非常用心 所以不给你也有很多好处的 也包括了你会更用心的去听 然后再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做笔记写下来 这样子对你加深你的印象 还有对你思维的组织能力 也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是这样子 如果说有些PPT涉及到一些数据 例如普遍它的要求是哪些 分辨率要多少 怎么样这些 这些我肯定可以给到你 因为那些没什么意义 但像现在一些运营的PPT 一般是给不了 当老师也要保护一下自己 对不对 每个人都可以当老师 这个也很烦 是吧 希望你能理解文松 这个标题呢 我们可以结合那个 关键词得分 来做 你肯定要分析很多竞争对手 关键词的得分 你分析好他们的关键词得分之后呢 那么你就拥有了 知道了他们的那些优化的非常好的关键词 他们是怎么样埋下去它的标题里面的 那么如果你研究了三四个人 它的同类型的关键词转化都很好 然后呢他们的关键词的买法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部分你完全就可以参考他们 直接就放进去就行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讲课的时候呢 就讲到了 很多竞争对手他们的那个做法 就已经写出来了 你可以从竞争对手那里学习到80%以上的运营手段 对不对 你在街上我给你的那些内部资源 然后你就知道了原来他这个词是怎么用的 那些词的那个转化是很高的 这样一对比的话 你就那80%的运营手段你已经学好 而且很大可能做得比他还好 也很多人都没有这些资源的 我可以说只有我这里才有 你找谁都找不到这个资源 因为这个课还有这个说法上面 大家还是尽量用心的去学好 尽快去做好这部分 尽快去做好 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挥 如果你做过国内的京东淘宝这一类的学院 其实你们学起来还是非常的得心应手的 对不对 要再接上一些内部资源 然后你们的进步 我相信是飞快的 不要犹豫尽快去做 尽快去做 我们继续 还有10分钟 我们分析分析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可以 通过以上五个小点的细节分析 我们至少可以在这五方面上面 做到行业优秀的地步 或者是说有些方面的比不上优秀 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回避 这样能提出来的地方 就都是我们算是同行业里面优秀程度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 一个消费者在搜索进入我们店的时候 根据消费对比的习惯 他会拿我街跟其他街进行对比 那么这个时候结论是不是自然被我们引导成为 我们是更优秀的 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们已经从同志化里面脱颖而出了 我们有句话叫做鹤立鸡群 一大堆鸡 有一只鹤 我不是指杨鹤同学 鹤立鸡群 你会很突出吗 好像我刚才所讲的一个案例一样 就是说人家每个人都卖烧烤七件套 突然跑出一个烧烤八件套出来 你就鹤立鸡群了 对不对 就是想法或做法非常简单 接点东西进去 因为你不需要做到第一 如果你可以做到第一当然最好 做不到第一 你能做到20%以内的同行业优秀 你已经是少数派了 这个时候你已经实现了参与化 因此我们的参与化基本上 在大的工程上就这样告一段落 要分析到差异货 还有就是说第一次分析完以后 如果你还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优化自己的产品或店铺 我只能说重新再做一次 市场分析和对手的分析 市场分析是指你的产品的市场容量有多少 如果你产品市场没有什么容量的话 分析来干什么 对不对 对手都不用分析了 根本卖不动 全都给你霸占了 类目也就是那么点销量 所以这部分我们要衡量 但有时候我们也得做 因为那个是一个小类目 小类目上去之后 它还是其他类目也慢慢慢慢进来了 你其他类目的那些关键词出来之后 亚马逊是会分配一些 亚马逊是会分配一些类目给到你的 一直做到 你找到了优化点 你再动手 那些不会的卖间就别指望谁来帮你分析 没有人会帮你分析的 我经常遇到有些同学 我是经常遇到不是偶尔 他们也很热情 然后说老师我们招待一下 我请你吃饭去玩 玩好的 吃好的喝好的 让你帮我分析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这个我很为难 大家我也很谢谢大家热情 但是关键点就是说你要学会分析 你不能经常把很多任务放在我身上 对不对 你要学会分析 这个才是重要的 受人以余 对不对 我不能总是给个结果你 你说偶尔一两次 这个打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说经常要我分析这样的话 那可不行啊 那太累了 分析产品 非常累的 非常非常累了 自己都不上心自己的店铺 你还指望别人上心你的店铺 对不对啊 这个不行啊 这类同学也蛮多的 其实啊 我可以可以这么讲 这类同学还蛮多的啊 千万不要这样子 你一定要自己来啊 要学会这个东西啊 你学不会啊 行可以 让你同事来学 那你要员工来学好 那么市场分析呢 就是说竞争对手分析是苦力活啊 非常辛苦啊 花很多脑力啊 劳动力 但是呢 是不得不做的苦力活啊 你如果还是不知道怎么动手呢 我只能说 你看市场看太少啊 竞争分析太少啊 你太懒了啊 除此以外呢 哎这个不说了啊 现在就动手去做对手分析啊 五节不行 十节 十节不行 三十节啊 你可以先分析五节啊 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出来呢 可十节二十节三十节 这样去做 产品看多了 这样就会找到优惑的点了 一定要做成对比的那种形式啊 评论的对比 注销方式对比 啊 图片的对比啊 还有数据对比 这些是基本盘啊 必须得做 另外呢 对手分析也可以跨类目借鉴啊 比如山西的是目前最大类目 很多商家由于竞争激烈啊 所以呢 花样百出 而且呢 越做越专业 其他小类目呢 完全可以借鉴山西类目的很多操作方式 以及他专业度啊 多看必然会有收获 我们看到的都是相同的店铺数据嘛 对不对啊 你能看其他人都能看了 只是你有没有去分析 很多人每天都得分析啊 重点呢 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别人为什么那么做 那么一小点的变化会给消费者带来 怎样的体验 最后呢就是单品运营数据的一个指标分析啊 运营方案啊 这个很模糊 对不对 这个是我很久以前做的 很久很久以前做了这个这个 有点看不清推广计划啊 因为Listing的情况啊 A-SEN啊 售价啊 这些都得有 如果你是做那个E-BAY啊之类的 这些表格都都是基本的 嗯 运营方案啊 你以前做的 这里有产品 竞品产品的模型 自由的模型 相差数据运营的方案是什么啊 这是几个模块吗 竞品产品的模型是竞争对手吗 你自己的模型是什么啊 相差数据是什么 运营方案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 你公司内部或者自己在做的这一块 分析竞争对手的时候 包括就是说你有了这些数据 分析了竞争对手 然后再对比自己的产品的情况 这个就是相差数据 就分析出来的一个结果吗 然后呢就是落地的运营的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啊 缩达量 VP的评论件 评论量 直评的量 赛图数 现在直评的没什么效果 所以我们都不做的 直评不但没什么效果 很便宜 几块钱一个直评 直评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购买 而这里可能和大家普及啊 有很多新手 VP是什么意思呢 VP是verify purchase 购买过再去评论的这个listing 直评呢就是没有购买 亚马逊就是这么奇怪的 不像其他平台 那好像是唯一的一个平台 你没买那件东西都可以评论的 当然它是有一些门槛的啊 这两部分呢就是和其他平台完全不一样 其他平台你只有购买过啊 也就是VP评论啊 这亚马逊呢它可以直评啊 没买都可以评论啊 有意思吗 对不对啊 赛图的数 提问数 问答数 赛视频的数量 好评的点击数量啊 这些 说大量的意思是说 其实啊 我们讲VIP课 我没没有在讲公开课嘛 对不对 其实都都要说的 说多说少的问题啊 有些你要分析很清晰的时候呢 你有时候说几单就上去了 但有些有时候你分析没有那么细致的时候呢 或者有些类目竞争很大的时候呢 你要说的量就非常多了 而这部分比较稳定的做法呢 呃 我也把一些相关的资源给到其论的同事了 如果有这部分需要的同学呢 可以找其论的啊 同事去对接一下这部分啊 VP评论数啊 说单啊 说完单就有VP嘛 对不对啊 但是他的那个 嗯 比例呢 控制在20%以内会比较好 比如你100个 对啊 20个的评论已经非常多了啊 20% 以内或者更低也行 这个要看你的那个情况啊 刚才我们都讲了嘛 有转化率很重要啊 转化率 所以你说了单不一定要有评论啊 说了单之后呢 你有那个转化率有了 他排名也称称称称的上去了 然后你再结合呢 那个CPC 然后再结合一下你的那个 嗯 转化关键词的那个得分的情况 密切留意他的那个那个变化的话 你就会知道你的缩单量怎么去排 然后那VP的量怎么去排 然后呢 再接上你的那个 嗯 CPC怎么样去排 这方面你做的多了啊 啊 那个技巧 还有他的那个规律就出来了 呃 很多人呢 会参考我给了一些案例 但是 呃 不同的类目 他做法都有一些差异化的 因为他竞争的手法 产品的特点都不一样 所以这里面只能说 呃 当你擅长一个类目的时候 那你就真的是擅长那个类目了 你再做其他类目 呃 前面这些很基础工作 再接上一些数据的思考 这方面一结合 通过一定的时间啊 你就可以上去的 我们很多学员都是 呃 学了不久啊 然后 他们的效果都非常的好啊 你所有这些方法数据 呃 还有资源都是非常丰富 只有你有没有做好决心和能力了 呃 今天课刚好讲到这里 呃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啊 我还可以回答多两三分钟啊 那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下课了 做亚马逊注册公公司啊 我如果你是做一间店的话呢 就 那个主店的话 你还是要用自己的公司吧 啊 如果你是做美国站的话 你可以看朋友 他们有没有那个营业执照 可以给你用的 呃 能用朋友的 尽量不要去特意开一家公司去注册亚马逊 如果你做欧洲站的话呢 如果你做欧洲站的话呢 你还是要注册一家公司去做 因为欧洲站他税务啊 呃要求很严格 你千万不要到时候你就交不出一定的那那个 呃税务的结果出来啊 否则你的店要被关的啊 呃欧洲站他的那个税收 呃是要和你公司有关的 然后你的法人是要你本人 所以做欧洲站呢 还是得自己的公司 天茂公司可以啊 但凡是公司就可以了啊 有营业执照就行啊 没有公司啊 你有做国内的话 你肯定有公司吧 啊 天茂公司也是公司 啊 可以的没问题的 大家还有问题吗 那没有问题 我们22号再见 呃 嗯 有吗 公司用过靠地址也不行了 公司 如果你做美国站的话 没有那么多事情啊 做美国站的话 你随便一家公司都行 呃 呃不要特意去开一家公司去做美国站 如果有朋友的话 你就尽量用朋友的营业执照就好了 其他就很简单了啊 都没事的 如果你是注册欧洲站的话 那你没有公司的话 你还是得特意去开这公司去做吧 欧洲站现在做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啊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VT没有去做VT这块 所以你欧洲站那部分呢 你呃 用最直接的话吧 来表达 就是说你说几单都能上去的 哈哈哈 也太多人都 呃 也成本也有吗 对对啊 啊 注册公司一大堆了啊 啊 提令墨这个平台我没研究 所以 没有回答 现在平台太多了啊 现在平台太多了 所以 呃 没研究那么多平台啊 啊 一般来说我们只做大平台啊 啊 一倍啊 亚马逊这些 什么国外的也找得到也什么意思 你用中国公司就可以注册了 不用美国公司了 不需要美国的公司去注册亚马逊的平台啊 有中国公司就可以了 就是你一开始就误会了 要要有国外公司 不需要 国内公司就可以注册 过靠地址也可以啊 这些无所谓 啊 那欧洲站比较麻烦 欧洲站的话呢 你可以找 如果你不会开这些店的话 你可以找 找同事吧 找找我们齐论的同事 到时候我把一些资源给给到他们啊 有专人可以帮你注册公司啊 这帮 这方面没没什么事 那欧洲站非常麻烦啊 非常非常麻烦 要求的资料各方面非常的多啊 美国站简单很多啊 还有没有问题啊 如果 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 那那那你等到二十二号 我们二十二号 还有第二个分析竞争对手的手法啊 啊 这方面会真枪实弹 一点啊 嗯 没什么事 我会弄啊 嗯 开店流程这个 要是可以 我可以对接一下影给到大家 好不好 要不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你们应该都有我微信吧 对不对啊 嗯 没有没有找我们的同事 找齐论的同事 好不好 啊 谢谢各位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问题要怎么样的话 你就 二十二号在我们再沟通好不好 谢谢各位 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